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通常会在选举傍晚公布 然后一日凌晨落败一方宣布参选失败 但受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 参加邮政投票的人数之多创下历史新高 这将使得计票时间延续至10月3日之后的数天甚至数周 除此之外 一些共和党政治家不断对邮寄投票的可信度提出质疑 而特朗普总统本人更是多次明确表示 他不会承担认可选举结果的义务 凡此种种都为选举之后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 今年的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总统和一些共和党人对邮寄投票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但纽约时报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 邮寄投票同普通投票一样 发生欺诈行为的情况都非常少见 邮寄投票的方式并不会让任何一个政党获得优势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葛登贝格表示 过去的经验显示 共和党选民使用邮寄投票的比例可能还更高一些 不过最新的新闻报道则显示 共和党选民中主张邮寄投票的人数 仅为民主党选民的一半 计划参加投票的美国选民中 60%计划亲自前往投票站 这60%的亲自投票选民中 80%为共和党选民 40%则为民主党选民 选择邮寄投票的选民总数为剩下的四成 且多数为民主党选民 但大选结果还未揭晓 目前关于大选问题引发的诉讼 就已经高达400多起 而且两个竞选阵营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法律团队 耶鲁法学院的宪法专家艾克曼表示 大多数选举程序引发的诉讼 最终将由各联邦州的法院来做出裁决 艾克曼和其他一些法律专家都认为 尽管特朗普总统曾发表不同的观点 但像2000年那样 最终由最高法院裁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情况 并不大可能再度发生 2000年的美国大选 小布什和格尔争夺关键州佛罗里达的争议情况在先 当年两人因票数相差太近 直到大选日一个月的重新计票后 才由最高法院判决不实 以0.01%的优势胜出 如果选战出现平局 或联邦州层面的选举结果引发法律纠纷 使得任何一位候选人都发获得多数 那么此刻就要请出美国宪法来进行裁决 宪法规定将由新选举产生的众议院 在1月6日确定总统人选 美国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世纪 可能会令事态更加复杂化的是 如果某联邦州由于法律纠纷等原因 不能在12月8日前确定选举人 那么国会就有权拒绝接受该州的选举结果 如果到1月20日总统就职日 仍无法确定总统人选 则将依据美国总统继任选序 选出代理总统 这可能是选举产生的副总统人选 或者是白宫发言人 这将取决于参议院 是否能在1月20日前确定副总统人选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 如果特朗普败选 他有可能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特朗普发表了我们走着瞧吧的言论之后 今年9月 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 以确保权力和平的交接 不过很多政界人士均表示 今年的选举结果将会非常的明显 因此不会发生上述复杂的情况 那我们也借用一次特朗普的言论 大家就走着瞧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